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给北京响亮耳光 美两院通过挺台议案,动静大 背后那只神秘黑手,各大海外社媒平台上,很多中文用户收到他 中共疯狂 信息、经济、军事多管齐下了 隶属习近平斑斑劣迹2024世界人权报告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六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给北京响亮耳光 美两院通过挺台议案,动静大 台湾1月13日举行大选投票 台湾央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于台北时间12日以无异议方式 通过友台决议案 创下历年来 美国国会从提案到通过友台议案的最短时间记录 该决议案不仅肯定台湾树立民主典范 并关切中共借选情形 重申无论选举结果 美方均将致力维持台美伙伴关系 对于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台湾的民主选举 并重申对台美关系及协助维护台湾民主制度的坚定承诺 台湾外交部表示诚挚感谢 同日 联邦众议院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与台湾保护法案两项有台法案 前者推动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 后者则是要求若台湾安全受到中共行动威胁 美英全力排除中共与国际金融体制与组织之外 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 不歧视台湾法案提出者 金应玉透过X平台表示 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 他将永远为全球热爱自由的伙伴代言 在众议院通过这两项法案后 法案将送交联邦参议院审议 待参院同意后 法案将送交白宫交由总统拜登签署正式生效 背后那只神秘黑手 各大海外社媒平台上 很多中文用户收到他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许多看似是机器人的账号 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 贴出了一本叫做蔡英文秘史的电子书 这本300多页的文档 通过混合历史事实和网络政治传言 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家庭背景 和本人的私生活状况 这本书出现在了各个有大量中文用户的设媒平台上 包括脸书 X YouTube Reddit 电报 Telegram 维基百科 以及中国国内用户 占绝大多数的微信 百度等 美国之音报道 不少设媒平台 X上有较多粉丝的用户 都收到了不明账号发来的这本书 有着超过三万粉丝的X用户 Ignatius Lee说 他从1月5日起开始不断收到这本书的文档 至少有五个不同账号 每天都向他发送 其中一些账号 更是会每天发三次 为了保护隐私 匿名接受采访的 Lee说 这本书的文字用语 看起来不像来自台湾人 例如文章使用了朝鲜战争一词 而台湾人一般称之为韩战 另外 Lee认为文章对于台湾社会 历史 台海关系的描述方式 与中共宣传系统推广的叙事模式很相似 文章不像是台湾人写的 更像是熟悉台湾 长期间是台湾的中共 国国台办或中国国安部情报人员写的 这本书中也包含了一些 例如蔡英文博士学历造假等说法 在各个平台上发布该书的账号都是近几个月才注册的 且没有发布过其他内容 在百度上 蔡英文秘史的百度百科页面也被创建 该书写成后曾秘密传阅 近期才流传于网络 该页面还称书作者林乐书可能是蔡英文亲近人 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社媒上 有关台湾选举的讨论并不广泛 且多数能看到的铁文都是对这场选举 以及北京特别不喜欢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嘲讽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 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指出 台湾大选对于当局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算是亲政府的自媒体和网络博主们也必须等待官方口径 不能私自炒热有关内容 不过在民族主义的蔓延和审查的挤压之下 一些中国网民依然找到缝隙表达对于北京官方叙事的反对 支持台湾大选 但被删除 中共疯狂 信息、经济、军事多管齐下了 台湾第十六届总统和立委选举本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周三1月10日隔空喊话 呼吁台湾选民做出正确选择 虽然北京一再否认采取行动干涉台湾民主进程 但据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本周四披露 中共试图通过四种手段干预台湾大选 以推进其统一议程 包括制造信息混乱 拉拢台湾地方官员 经济胁迫与诱惑并存 及强化军事恐吓 1月11日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在关于台湾大选的记者会上表示 胁迫 塑造和影响是北京的长期做法 目前看到 有关北京对此次选举的干涉情况与以往并无分别 《华盛顿邮报》还指出 无论北京的影响力干涉措施是否有效 中共当局仍会稳定 逐步地推进其统一议程 然而北京也意识到 过于激进的干涉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此 中共对激进干涉策略持谨慎态度 这使得外界衡量中共的影响力行动变得愈发困难 隶属习近平斑斑劣迹 2024世界人权报告 人权观察组织发表2024世界人权报告 批评习近平执政于十年后的2023年 中共政府的镇压和社会控制变本加厉 报告写道 在西藏和新疆 只要和海外亲友联系或提倡本土文化 语言和宗教 就可能被视为分裂分子判处重刑 在整个中国 政府进一步紧缩社会控制 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 即便微小的自由空间也被消灭 在香港 中共政府自2020年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已全面掌控这座城市 香港因国安以及煽动罪名 已有至少279人被捕 港府还悬赏通缉13名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 及前议员 以此将对香港社运人士的恐吓 推展到中国境外 75岁的《苹果日报》创刊人黎智英案12月初开庭审理 大陆人权律师仍面临持续迫害 律师秦永沛被判入狱5年 知名法律学者许志勇 律师丁家喜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监禁 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妻子许燕 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北京大使途中 被当局逮捕 人权律师王全璋 王宇和包龙军一度遭软禁 王全璋和李文足夫妇在警方持续骚扰下 被迫搬家13次 人权法律工作者郭飞雄被判8年监禁 人权律师卢斯卫在前往泰国途中 遭老挝逮捕 后被遣返中国 中共突然放开 由于民众以及医疗机构大多毫无准备 大流行病感染 住院和没命人数暴增 江苏徐州封县还发生铁链女事件等 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王松莲说 习近平主席掌权十几年来的高压统治 以及日益严密的社会控制 正在对中国经济与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您可能会好奇 这个报告中为何没有法轮功 我过去听到的说法是 人权观察认为法轮功足够强大 可以自己通过媒体发声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中纪委精神分裂了 这权一出自打自脸 百年大阴谋 中共最怕让官员们知道的这个招数 谭德塞 新冠病毒在全球加速蔓延 中共2500公里外设火箭 被它一路紧盯 连中美都夸优秀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连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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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